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 我是柴銀 今天請到華信投股邱鼎 蔡邱老師好 柴銀妳好 全國同課大家好 這個美股的投機業龍頭的財報是即將公佈了 那是否一定會影響到我們台灣股市 會啊會啊 對啊 那這個波動會不會加速加溫 其實這樣講好了啦 現在這個過程當然就在影響了 因為陸陸續有公佈了 萬一一直卡在哪 只不過這一個禮拜公佈的是比較大型的 比如說Intel 亞馬遜 臉書 Google 都在這禮拜到下個禮拜的蘋果 都在這一段時間後 所以 真正的超級財報都現在才開始 只是舉例說亞馬遜 都是一堆啦 當然道琼也有他的一些權重股 也是陸陸之前都已經公佈了 不過這樣講好了 我們說 就好像我第二點所提到的 我們到底要預測他好還是不好 其實這樣我們要了解說 在財報公佈之前 一定會有預測值 任何黨的都有預測值 市場的預測他怎麼樣 譬如說Intel可能情況怎麼樣 可能不好 搞不好 要預測他可能衰退一成好了 對不對 他如果公佈是真的衰退一成 這個叫符合預期 股價也不見得會什麼大的變化 對不對 那一個情況說 他居然只有衰退5% 是不是 那股票就會漲上來 因為比預期的好很多 那股票就公佈下來衰破兩成 那當然就中錯了 或者說他公佈是比較好 那因為美國的這種大企業 他們都有一個所謂企業責任 比如說我公佈的雖然好 可是我跟你講說我未來不看好 對不對 股價也會中錯 但是我說過 我們從第二點來看 目前 我還是強調財英文 我一直跟大家講說 我們不看稻窮 因為稻窮只有30檔 他的參考性質比較少 對不對 可是你這種 標準普遇500就不一樣了 他這樣叫標準普遇500 就是他有幾檔 500檔 對不對 所以他涵蓋的範圍 雖然是電子金融 傳產 醫藥 全部都有 你不要看稻窮 稻窮30檔也是涵蓋這些 像蘋果也是稻窮成分股 對不對 保檢也是 是 嬌生有沒有 嬌生薑石那個做那個 醫藥的啊 或者說那個 爽生粉那個 那個也是啊 對不對 還有那個 艾克森美孚 石油 石油也是啊 波音747那個 上次掉 掉下來那個也是啊 對不對 他雖然只有30檔他涵蓋的也是所謂的 電子金融傳產 可是他是太大的 對不對 那標準普遇500是比較多 中小型股都包含在內 所以你從標準普遇500 所以全世界的這個 所謂的機構法人 他觀察就是觀察 標譜500 因為他 涵蓋放個比較廣一點 好 那標準普遇500從現在我們這個 一個禮拜之前啊 開始公佈的所有的這個季報當中的話 目前公佈的話有超過8成 甚至接近8成啊 是超過預期的 嗯 什麼叫超過預期 我跟你講 這一次因為 上一季不怎麼樣 那這段時間啊 包括我們看到一些 PMI數值啊 等等都不好嘛 是不是 所以這一次大家把它就把它設定為比較差的財報 對 那你差的財報公佈之後居然比預期好的話 所以最近美國股市沒有跌啊 你懂意思嗎 沒有跌嘛 那如果 如果我們就說現在公佈都有8成的好的話 那接下來公佈大概要差差不到哪裡去 嗯 那下個月的這個時候 對不對 就美國就跟中國大陸簽訂這所貿易協議 對 所以這個也敢在這個時間 所以我認為 以現在來看來都比較相對利多 因為你的基期是高啦 因為去年這時候好 嗯 對不對 上一季的基期也高 但是不管怎麼樣 大家總有個預估值 那目前都比預估值的來好 所以不管怎麼樣 你說 我個人認為說 你只要掌握幾個要訣 就說 我們隨時再跟大家講說什麼 要黑天鵝指數 對不對 我這樣跟大家做一個簡單承諾 這個 這個採應也要提醒我 我們如果將來遇到有空頭的 我這樣講 我們會在兩個月之前跟大家提出警訊 你說好不好 這麼早 對啊 對兩個月前 一到兩個月前 我們上次跟大家提過那個黑天鵝指數 對 8月份9月份 10月份就跌了 剛好一到兩個月嘛 所以我有把握說 我們在一到兩個月之前 跟大家說現在開始狀況不好 你不要 也不要直接做空 就慢慢往上賣 該空的時候 即使我們再來做進場 那現在沒有大的問題 好我們來看股票 大家就比較了解了 好這個叫道琼 實際上道琼的收盤價 距離這個歷史的收盤價 左邊中間那個位置 有沒有 已經很接近了 對啊 我講的是收盤價 如果高點是還有2%多 2%左右 不過這沒有什麼 今年這個漲到這裡了 這時候都全世界 是讓機構法人很多在看空 什麼叫橋水的 有沒有 那機構法人叫對衝基金的橋水 有沒有 會跌四成 你不要講 想他都要那個跟你沒關係啦 那個亂講的 我們要看到什麼做什麼 這個到目前為止都沒有一例 我們再看下一檔 好 那斯達克 也是快要創歷史新高了 你看左邊這個跌下來 大家都嚇壞了 可是你看在對短的時間 又回來了 這個就是多頭 我這多頭 你準備迎接邪惡的第五波 所以我這種還一到兩年的好光景 那再來 你看看 被人辦到已經沒話說 幾乎都是在創歷史新高 那不要忘了上個禮拜五沒有行情 是因為 耶穌收斷復活節的關係 那不管怎麼樣 這禮拜我們認為還是會相當不錯 我們再繼續看 那蘋果 蘋果 你說蘋果好不好都是歧視 他還在200塊以上 對啊 那蘋果就會影響 今天玉金光跌停板 為什麼跌停板 漲那麼多了 龍券回補完了 是不是 他就這樣 可悲的是投資朋友 你什麼時候 你現在龍券還不能空 我問他你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做空 200塊空 回補到500塊 你拉不到好處 你拉不到好處 我們再看 Intel 這厲害 可是Intel股價慢慢在攀高 你們看 對啊 所以他在攀高 Intel在攀高 他現在已經先反應他的 這所謂的財報 關於財報比預期的更好的話 他飆得更兇 那Intel就是 Intel是 廢城半導體的最重要的 一檔權重股 Intel 全世界第一大的半導體 這不能否認 再來看一下 亞馬遜 亞馬遜的股價目前是在半三腰 看來還好 那就要看他財報公布的怎麼樣 畢竟他最近收掉中國一部分 電商的這一塊 一部分而已 旗艦電視還在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5G概念股 最上一個叫薄錢步 今天他漲停板 今天他漲停板 我什麼時候跟大家講 13 4塊那時候跟大家講 三個都就講這檔股票 建榮有沒有 你看 我們15塊 13塊 底下也13塊 沒關係我們算15塊好了 錯個整個15塊跟你講 今天也45塊 嗯 你們還沒聽懂 才因為我只要跟大家講 今年是這種股票當道 真的 他漲5成很多嗎 沒有 他漲1倍很多嗎 是不是 他15塊漲到20塊很多嗎 漲到30塊很多嗎 現在漲到45塊了 還在漲停板 對啊 這就是業內主要 你在看左邊這一條 幾年來到同樣的位置 現在才開始動 這種就是你看我 我看你這個效應 逐漸會發生 大家都會跟著來 再看一下 雙美 生技股我只做兩檔股票 還記得吧 一個叫雙美 一個叫什麼 美食 對 今天這又創新高的 待會我們談到美食 看一下 來 靖國 靖國是做什麼 叫做粒基型的PCB 什麼叫粒基型呢 因為市場上的產品有分兩種 叫標準型跟粒基型 標準就是股定的 標準型 剛開始動一定是標準型 到粒基型的話 就是 他程度會比較高一點 大家可能 不懂 一個口罩 一個二十塊 你去買 口罩 那 那這個廠商很聰明 他吃到市場上 現在在流行韓國瑜 韓流效應 他就在他口罩上面秀了一個什麼 韓國瑜 什麼樣 發大財 你看看 大賣的 是不是 粒基型的 隨著市場的變化 他可以變 他的製程也比較高 糧綠也更好 所以粒基型的 你不要看這個位置 快要創粒十高點 你不要看慢慢動 這塊粒十高點 他基本面很好 我們再看下一檔 好美食 搭尾到季線 你不趕快去買的話我就不理你了 再看下一檔 漢訊 這個 比特幣最近 今天還跌 氣死我了 回到我成本價以下了 差不多一點點而已 可是我還是覺得很有信心 真的嗎 為什麼 因為這個 這個假日我們看到比特幣創今年新高了 這個假日我們看到美國比特幣的概念 創今年新高了 這今年新高在哪裡 我認為可以跟他一搏 對 說好停 順點句好了 再來看一點 光磊 來光磊 你看看 這個LED的 Cree 這種全世界第一大廠 對在非能半導體也是很強的 我認為這剛剛要動 mini的 一定中就是 是這個主流 然後跟大家講的 好戲現在才要開始 不要自己綁自己 不要漲也怕 敵也怕 尋找好的個股 或者你不太了解的話就參加我的LINE AT 對我們絕對給你很好的方向 讓你這個波段呢 能夠狠狠賺他一大波 就怕你三星兩億 謝謝大家 感謝邱老師精彩的分析 如果想知道更多最新的選股 策略及各股資訊的話 一定要趕快加入老師LINE 也持續收看財經解釋 下次見 拜拜